欢迎来到话题面对面单元 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 台湾2020总统大选 牵动了美中台关系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他宣布要投入2020年 总统选举的国民党初选 这些呢对于美中台的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而且全球是不是也掀起了 一股企业家总统的趋势呢 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 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研究员 严正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做剖析哦 老师您是美国通 但是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这个台湾最近可以说是 牵入美中台这个三方关系的 一个波澜很大巨大波澜 就是目前我们很热的一个话题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他在一两天前他就宣布 他要选参与这个总统的 国民党的初选 就连纽约时报在17号 都也看出了这个报道说 郭台铭制造的你的iPhone 而他现在要想要统治台湾 他这样是做一个 这个New York Times的一个标题 那么也发布说 郭台铭他决定要来参选 这个台湾总统的这个新闻报道 而现在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郭台铭他在中国大陆 他的这个投资富士康 有庞大的事业的投资 那么郭台铭在同时呢 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 他也是有巨大的一个投资 那么纽约时报就认为说 郭台铭他跟川普总统私人 有这个交情 那么可能会有助于他竞选总统 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如果说 他今天没有在威斯康辛的投资 也没有跟川普 这个进出白宫 跟川普的家庭 不是川普总统本人 还有他女儿女婿 大概都很熟识 没有这些条件的话 他如果参与这个初选 或者甚至赢得选举 而参与总统大选的话 都会被人家label 就是标签说 他是非常倾重的 然后就把富士康的一些事情 拿出来讲 那可是呢 他我一直怀疑他 就是说在威斯康辛这个投资也好 或者是说 他是有这个布局的需要 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政治布局 总统布局的需要 就是说 如果他今天在威斯康辛投资了 然后跟川普总统 有这么好的关系了 那现在你要accuse他 要指控他 指控他说 好像过度请忠 那美国才是我们最大的保障 他可以反问你 现在有谁 台湾哪个政治人物 能有见过川普 跟他的家庭 有这么熟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在 经济 这个制造的业的部分 投资了 结果变成是一个 很强的政治投资 对他在台湾可以让一些认为他请忠的人 他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说辞来辩护 其实我们记得说郭台铭他其实是两三年前 他投资威斯康辛州的时候 其实几千亿的投资 其实我们再同时也关注到 他不止在美国投资 因为他的事业体大部分是中国大陆 所以他也必须要承诺等值金额的投资 在这个中国大陆2025计划 所以我们才看到就是说 不只是你看他见过川普 这个纽约时报好像也提到就是说 他在这个中国大陆 也带这个李克强去参观富士康 所以他跟大陆的这个上面的关系 也是一样的好 那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郭台铭出来 本来大概台湾应该是最反对他的 就是你郭台铭富士康在大陆血汗工厂 可能对环保或者说对这个劳工 并不是那么照顾 所以应该是最左派的出来反对他 可是台湾现在这个主要两个政党 都不是左派的 所以现在变成反对他的那个势力 是比较弱的 那唯一能够谴责他就是说 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可是你一看 如果今天别的人出来宣布竞选 会不会得到纽约时报 Bloomberg路透社这些来报导 有这么详细大概也不会 所以他的国际知名度 如果说我们今天讲说台湾这个品牌 那郭台铭其实是有点代表台湾这个品牌 就是富士康 然后做你的iPhone 是是是我们知道很多人 是把这个郭台铭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相提并论 我觉得这都是要企业家 商人要来治国了 两个人是同样的背景企业家 以往都是传统的政治人物在竞选 而且大部分的总统 几乎都是有法啦 政治的背景啦 但是川普是纯粹的一个企业家 这个总统出身 那么现在就连郭台铭 他也宣布要参选 老师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川普的这个例子上来看 企业家当上总统对于他们的施政是不是一个加分呢 因为就是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国家的CEO嘛 这样子是不是您觉得现在全球是不是吹起了一股 这个企业家治国总统企业家总统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我觉得川普当选总统当然让这个郭台铭这个蠢蠢欲动 觉得说如果川普也可以我也应该可以 可是同样的像我自己做美国政治的研究 就是你今天一个企业家的总统没有政治的背景 你面临到的是我们讲建制派 建制派establishment 对不对 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于一些政治的运作 那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政治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妥协 那在川普的这个领导之下 他其实根本没有太多妥协 他等于是把支持他的群众 他的基本盘压着让共和党的这些议员们 不敢反抗他 因为如果你要反抗他 我就在你的选区找一个人来挑战 在初选就挑战你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作为 就是挑战建制派 然后不妥协 当然不妥协也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认为如果今天郭台铭出来 以后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当你一个大老板像川普像郭台铭 他们在企业当中一言九鼎 他们讲的什么话就是指令了 所以应该都会照着去做 对不起政治有很多的妥协 那我觉得说这个方面 我们不敢预测说 会不会他一定能够成功 但是绝对面临的挑战 要比一般的政治人物 比如说像王金平非常熟悉 这种国会运作熟悉这种政治妥协的艺术 比起来可能要挑战要大一些 这个企业家老板过去可以fire 对 可以fire 这个可以解雇解职你的员工 可是一个总统可能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你很多想做的事情 这个你的这个底下的人会跟你说 对不起总统这是违法的 我想要做什么东西可是不能 就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你觉得你有一身的报复 你觉得为什么这个法律 但是你要修法 又要靠你的国会 来帮你修这个法 你才能够有效执行你的政策 所以这一些 确实是有一些妥协的必要 过去我们来看看世界上 有哪一些国家的元首 是这个企业家出身 当然就是说 我们现在大家在众所皆知 这个川普大概是 就是现在可以说是最出名的 那么其实美国历年来 也是有一些企业家的总统 但是没有就是说没有选上 就比如说我们讲那个 Perode 在Ross Perode 那个他没有选 他是独立 他是独立参选的候选人 那共和党过去也有 企业家出来 像布希呢 布希家族也算是做生意 布希他是有企业的背景 背景 但是毕竟他爸爸开始 就在康乃迪克斯参议员 是是是是 他自己在德州是众议员 是是是是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所以他的政治理念还是够 可是我们可以说 布希他有这个创业的背景 那我们在看研究美国政治 美国人一般来讲 对这种能够白手起家 创业的都是非常推崇的 但是川普的有一点不一样 川普还是草地皮的 就是跟那种我们讲说真正创业 像譬如说石油业啦煤矿的 是是是 像我们讲说洛克菲勒也好 是是是 或者说卡尼基麦伦 是是是 这些这些家族 那都是创业 真正而且是制造业 制造的 那可是川普的这个不太一样 那反而是今天我们看 这个白手起家 我们回头来看 郭董比较像是美国传统那种 政治人物的这个创业背景 而且他是这样 创业self-made 他真的是self-made 就是自己创造出 不是靠老爸逃税的 是是是 那么在国际之间 其实做过企业家来担任总统 过去呢 韩国的李明博 李明博 对但是最后他的这个 最后他的ending也不是说 但是他是目前韩国总统 下场还最好的一个 目前还算是安全下场的 我记得李明博他当选总统的时候 他非常厉害的一点 他的手机 所有的商人 因为其实他过去做生意的 所以大企业家 都有总统的手机 这可以直通的 我们看这个 未来这个郭董 以后会不会变成郭总 他可能也是 目前有一些企业家 也是有 可以手机跟他直通的 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有这样 这么一刻 还有在这几天 也就是在 就是竞选连任 应该也自行宣布当选的 印尼的总统 Jokovic 他自己也是 算是一个做企业出来的 他自己是经营这个 木材生意起家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就目前来放眼亚太 这个美国的这个印太的战略 现在这个印太这个字 以前讲亚太 现在讲印太 是最红的字 这个印太的战略 跟中美之间摩擦 一些紧绷的这种关系 那么对于美国 跟中国大陆来说 这个台湾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 至关重要 那么老师您觉得说 这两边 其实都有各自支持的总统人选 有的人就是说 你觉得说 有的人各种论点不同 但是像这个郭台铭呢 他那天在参加这个 就是台湾关系法 40周年的某一场活动的时候 他就当面就是质问 就是说美国AIT的理事主席 就是说 美国有没有这个 比较主义的 对于台湾的总统的候选 有没有比较主义 我们其实我们看这个画面上 我们看到这个 一直在跟随 这一次呢 可以说是代表着 带领了美国有25位的 这个国会访问团 一起来参加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以及这个AIT的这个 总部的这个成立的典礼 我们看到高格尔 Paul Ryan 就是美国的前任 中议院的议长 对 我们经常过去 在不过几个月之前 看着这个 众议院的议长 就是Paul Ryan 很帅的这个 他今天才49岁 他以前看他总是 站在川普的旁边 众议院议长 对 对 不过因为这一次 今年的这个 就是等于是国会选举 那众议院 他就是 众议院是变成Democrats 民主党 民主党 所以现在国会上最有权力的 这个女性 Nancy Pelosi很凶 所以她就没有 没有在 她也根本连做都没有做了 对 她就是等于她就辞掉 她没有在竞选 对 对 其实她是来自威斯康辛州 对 没错 她是威斯康辛州 第一选区的 而且她曾经担任过 共和党过去的 副总统候选人 对 她那么年轻 2012年 罗姆尼的 我们就是 其实在郭台铭 他宣布要参加 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 前几天 我们都有看到 他跟郭台铭有私下业会 所以就 很多人在想 会不会是他来 代表白宫方面 或共和党方面 来传递什么的讯息 大家其实都很好奇 老师你怎么看 美国跟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这次的选举 他们有没有各自比较支持的 比较喜欢的候选人 我认为美国 对美国来讲 她经历了 经过了三年多 蔡总统执政之后 他们大概也认为 就是蔡总统在2016年 那个时候选举的之前 所提出来的口号 维持现状 大概就是不会改变 那这个路线是美国可以接受的 不会破坏到这个两岸的关系 到一个军事 这个剑拔奴章的地步 因为他不会宣布台独 那可是对其他的候选人来讲 美国可能对赖清德还是不完全放心 是是是 然后对韩国瑜也好 或者对柯文哲 甚至是对这个郭台铭 我认为他们要更多的了解 那到底会不会对影响到 冲击到美国的政策 就是说你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或者你这个将赖清德 可能比较尖锐的台独的立场 这些可能都会让美国这个 希望看到的我们想说 维持现状status quo会不会改变 那这个是美国在摸索的 但是我们又从这个Paul Ryan 跟郭董的这个关系来看 可能包括川普 包括这个美国部分的这个 比较这个高阶的政治人物 因为跟鸿海有接触 跟郭台铭有接触之后 可能大致了解他的一个状况 就是还是说做生意跟大陆做 可是跟美国还是会维持相对的 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安全的关系 是 老师你有没有注意到说 这一次台湾几个已经 就是有这个感觉是非常 就有这个动作比较频繁 就是动作比较明显的 有益的这个参选人 他们不是就分分都要到美国去 很多人都说你要选台湾的总统 要先去美国取经 好像要去被接受这个口试一样 但是也就是说当然我们看到了 这个白色力量的柯文哲市长 他也去了美国 然后纷纷就有人 包括前一阵子那个就是 像陶渊市长周文灿都去了 很多人都说他是未来民进党 这个新潮流派的美名日之星 他也去了美国 二阿哥 是是是 我们有没有关注到 为什么韩国瑜这一次去了美国 华盛顿完全没有声音呢 我觉得 他也没有去到华盛顿 华盛顿对他也没有任何的评论 因为我觉得毕竟他还没有宣布他要选 那然后呢 如果说今天他去了华府 反而会被 会被我们这边执政党认为说 美国是不是故意让他去华府 当然柯文哲也去了 可是因为他一直讲不选 所以这个就是一直不说 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 假使他去了华府 大家会怀疑他说 你是不是其实是在想选 那我们觉得说 台湾每一个候选人 好像都要到华府 或者说到美国去 让你刚刚讲的interview面试 其实这有点类似像美国 他们总统提名人出炉之后 他要选择他的副总统 他有个叫vetting process 就是要面试所有的人 一个人就问 那我觉得好像我们台湾 有点像是美国的副总统候选人 要被总统候选人来面试一样 都要经历 就是他们有些可能真的是不了解 譬如说像韩国瑜是一下串出来的 所以对美国对他不了解 那柯文哲可能美国觉得说 他的两岸政策非常模糊 要搞清楚一些 那反而是赖清德比较清楚了 那你不用来 你也不用来是不是 我知道了 那蔡英文的状况就是非常 他们美国很清楚觉得说 至少他不是一个troublemaker 这个时候美国可以接受 很配合 蛮配合的 军售 很配合 那就是如果是郭台铭 他真的是宣布参选 参加这个国民党的总统的初选 那他也不用像其他的候选人 比如说未来有致竞争者 还要自己去了白宫在某一厅 老师您去过白宫的吧 去过 我也去过 很容易有拍照片 对不对 很容易我也可以在脸书上公布的 那这个郭台铭 他也不用做这么一个动作 他白宫自然 他就宣台湾 可能只有他唯一跟美国的总统 而且就是他真的是可以 就是说跟川普大概说 直接通电话 跟川普的女婿 是 这个Jarrett 通电话 可能甚至跟他的女儿都可以 是 没错 好 我们最近这个台湾政坛 可以说 这个讨论的热度非常高 那就是台湾关系法 对没错 40周年 那么美方这次就派出了 我们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 Paul Ryan 他就是过去的众院的议长 众院议长 在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位阶 第三号人物 第一个是总统 副总统 再来就众院议长 他是前任 前任的 因为他是民主党 民主党 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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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的这个年轻 那他们他来台湾 当然就是 还是跟这个蔡英文总统 有这样的一个会谈 他设定一个代表团 就是有25位的这个 就是国会的代表团 来到台湾 那么也特别呢 台湾的这个外交部门呢 也特别选在 当天就这个 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 就是AIT 就选在台北的101大楼 这个好像也是台北的一个象征 播放那个 纪念台湾关系法的影片 甚至还有这个灯 这个就是放 我们过去在看烟火 烟花的一个地方 有这个灯光的设计 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位来自也是威斯康辛州 也是美国 我们这个郭台铭 郭董事长 他这个美国最大投资的 这个威斯康辛州 他来自那个州 他呢 大家知道说这个Ryan Paul Ryan 跟其实美国的总统川普 可以说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我们看就是说 美国这次派这个Paul Ryan 来变成一个是代表团 Delegation 帅领整个Delegation 来访问这个 来庆贺台湾关系法 40周年 是不是代表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重视 有日渐的提升 我觉得当然过去 就是我们讲说前任的 对不对 美国前任总统来台湾也很多 你也访问过 那前任的副总统 最近就是前你也来过 但是都不是代表政府 那这次是 代表现任政府 都不是代表现任政府 来 那这次Paul Ryan 第三号前任的第三号政治人物 来台湾 当然算是不错 可是我觉得说他带来的这个团 包括很多众议员也好 包括有这个官员 但是并没有预约了 我们在这个1994年 对台政策调整的八项调整里头 这个有包括就是你部长级的 都没有来 来的这个国务院的是一个这个助理国务卿 也不是负责亚太事务的 所以感觉上即使现在有台湾旅行法了 对 应该有更高层级的人能够来 对不对 但你觉得这个层级不够高 毕竟他是已经卸任 卸任的 就是现任官员层级不够高 那有一位众议员 比如说他是长期支持台湾 他一个人提案也要来挺台湾的 那可是像这个 所以老师您觉得台湾旅行法 台湾旅行法没有真正落实 所以你觉得是口惠而食不至 对 我觉得美国政府可以做到更多 那你最起码 我还是回头讲 每次我都要讲这个 赵小燃可以来吧 他是台湾出身的 那他也是 他也是部长级 他的先生那个可能是位高权重 位高权重 现在是参议院 还是多数党领袖 那Mitch McConnell不能来 那当然至少赵小燃是一个部长 运输的部长 不涉及国防跟国务院的 那你这种都还没有来 我觉得还是不够 如果台湾要把它做大 我认为是说 把一个并不是这么显赫的团体 因为有了Paul Ryan 但是不能够把现任的这些议员 这个地位给提升 就是说我觉得整个代表团 除了Paul Ryan 这个亮点之外 其他并不是很亮的 老师的观察还是特别的深入 特别入围 我们从包挂了这个Paul Ryan 他来 那么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 AIT的理事主席莫健 他在活动上跟座谈会上 纷纷有一些发言 除了都是力挺台湾 而且他们真的是非常支持台湾的 现任总统蔡英文 他们也言辞的批判中国大陆 有军机扰台的动作 因为前阵子我们一直也看到 有很多海峡中线 穿越海峡中线 这些动作 那么他们对于台湾 蔡英文总统可以说相当肯定 那么因此呢 我们大家 会不会大家就要关注 是不是表示你美国方面在表态 你是比较支持蔡英文总统呢 那么现在呢出现了这个郭台铭 郭董 那么这个人选对于美国人来说 会不会让美国重新思考 对于台湾的布局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台湾的策略 对 过去没有看到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AIT 对大陆的批判是这么凶 当然最近的军机烙台等等 确实也是 但是这个我觉得大陆这个军机烙台也好 或者说跨越到海峡中线 这一些其实是跟美国在这个地区做 所谓的海上的自由航行 空中的自由航行 这个有点关系 就是你美国宣称我可以自由进出南海 那大陆也觉得说 我也可以自由进出所谓台湾海峡的领空 只要我不进入到台湾的领空 所谓的海峡中线只是一个默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跟美国的较量 那美国当然不是很开心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看 这个如果说郭台铭要出来选的话 美国会不会担心说台海这个之间 美国可能会认为说 他上来的话 第一个可能因为他跟李克强也好 习近平也好 他在大陆的人脉关系 大概不至于跟大陆会起冲突 那因为他事业也在那里 但是呢会不会太倾中 可是在这个同时他又有在美国的这条线 那只要川普如果继续当选总统 或者因为台湾的选举在美国之前 所以川普还是总统 那从共和党现任总统的立场来看 台湾选举在美国之前 台湾是2020年1月11 他们是11月 所以差了10个多月 每次都是同年 再差了差不多11个月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确实我们就说 如果他今天出来选的时候 美国方面可能会认为说 至少我还认得他 白宫觉得我认得他 这个Paul Ryan他们 国贵也会觉得说 因为他是全世界知名人物 他不用去美国面试 他可能都不用去美国面试 大家都知道 那他的这个立场 可能他有一句话讲说 国防不能靠美国 他说要靠自己的实力 那这一些美国不是 国防靠和平 靠和平 就是跟大陆相处 那这个但是我认为 就是美国对他的了解 绝对比美国对韩国瑜 国防靠和平 这句话是 未站在中方的立场讲的 是不是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因为他在美国有投资 因为他跟川普的关系之后 他可以稍微弥补 可能会被人家贴上 请中标签 然后他如果有人挑战他 就说那你们跟川普的关系如何 你们可不可以直接跟他通电话 我相信很多人就没有办法 就无言以对了嘛 就是他今天才是真正跟 如果今天我们相信 台湾很多事情要靠美国 那他是对不起 他他真的是跟美国 总统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真的是直线直通 好 那么现在台湾民众非常关心的 就是在最近有看到这个 美国的对台军售 这也可能是这个美方很 蛮喜欢蔡英文总统的一点 就是说他也很能够就是 配合 顺势配合 美国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 5亿美元的一个对台的军售案 包括是提供F-16战机飞行员的 培训计划 不是说可以买到F-16的V战机 不是喔 是飞行员的培训计划 跟他的后勤维护等等这些支援 那么有的国安人士就指出说 这一项代表着台美空军交流首度台面化 老师您是这样看待吗 而且五角大厦也宣布了这项的新合约 他要出售这个响尾蛇飞弹给美国政府 所核定的22个国家 这其中有包括台湾 这响尾蛇飞弹的一身公司 所制造的 那么当中包括了台湾 老师您觉得 美国这一系列的军售的内容 是代表它对于台湾 提升台湾防卫力的一个承诺呢 还是也是用这个军售 再给中国大陆一些 我觉得两者都有 因为刚好今年就是刚刚主持人讲了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我们看整个四月份都在庆祝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国内也有这个智库团体在开会 然后美国这个AIT也在做 我们政府也在庆祝这个东西 那最重要台湾关系法的一部分精神就是美国会提供台湾这个防卫性的武器 足够的防卫性 未来美国提供的武器 无论是在止焊量都会慢慢减少 可是到了1992年老布希 卖了F16之后 那就等于是破坏了817公报 但美国的说辞我觉得也合理 他说 他说我这个卖给台湾的武器 是如果大陆武器不变 那我就是要慢慢减了 可是大陆一路在提升量又多了 威胁大了 所以我也可以改 是这样子来配合 所以这个是可以一直做的 但是我认为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不是 当然就是允许卖武器 然后我们也可以购得到这个所谓的防卫性的武器 作为我们一点 这个叫做我们讲说deterrence 就是贺阻的力量 那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我常常跟我们 我在大陆认得的这个智库的朋友 或者说学界的朋友 我会跟他们讲就是说 台湾如果有一些防卫性的武器 觉得自己有一些自卫的能力的时候 台湾跟大陆去谈的时候 才会就是觉得心里头不是空空的敢去谈 如果你们大陆希望台湾跟你对谈的话 那台湾如果没有这些自卫性的武器的话 那根本会更不敢谈 所以你们如果要谈 你应该让台湾来买 好那来买 可是这个郭台铭董事长他就说 我们的国防不能靠美国 要靠自己了 自己防卫要靠和平 而且他还说这个美国 竟是拿一些旧的武器来卖给台湾 老师你觉得美国真的是拿旧的武器来护我们吗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拿旧的 但是拿美国认为他卖起来比较容易卖的 那一些比较敏感的他大概不敢卖 最先进的他一定是先给以色列 不会给我们 那这也是真的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想要的东西不见得要得到 譬如我们讲的就是像F16 我们希望是F35 但是没有 所以这一些就是有一些东西 就是美国认为可能还太敏感 所以不会卖 那他卖给人可能在市场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卖给我们 出现负贫 但是出现一段时间以后 其实有些时候是还蛮可靠的 对不对 因为新的武器常常有问题 你看那个波音的飞机最新的就有问题 是是是是 已经经过了长期的试车验证 他是可用的 好 讲到美国一定不能够不提川普总统了 川普总统这几天心情特别的好 对对就昨天晚上开始 对然后有一直发现他这个发推特 好糟糕贴一下好消息 美国司法部就公布了这个通俄门的报告 那么通俄门的证据不足 那么川普也成功的从这个案件当中来脱身 那么川普就很得意洋洋在推特上发布了图片 我们来看看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 他说game over 什么叫no collusion 没有这个规模没有规模没有规模 没有规模还有什么叫做no obstruction 我没有来阻碍司法的调查 然后呢对于那一些恨我的人 还有那些极端激进的left democrats 极端激进左派的民主党 游戏结束了game over 再见了 游戏结束了 他成功的脱身了 他真是太高兴了有这么一个事情 这是模仿权力游戏当中的风格 对对对 美国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就发布报告 他帮川普的外交成绩来打分数 那么其中呢川普对于大陆的态度很强硬 而且他得到了一个最高分 对于这个大陆的态度 那么其实呢 但是他们只给他一个B plus B加 老师您的看法来看川普对于中国大陆 或者是北韩的外交手段 你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我觉得就是他为什么会给他B加 然后在其他地方很多地方还拿了D 其实这个报告好像在帮川普辩护 事实上没有 但是在中国的议题上面 确实给了比较算是还不错的成绩 B plus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 他们里头的分析是说 他觉得川普把这个跟中国大陆 崛起对美国的挑战 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事实 点出来了 那美国人不至于浑浑噩噩的 还搞不清楚 以为是东亚病夫过去 怎么肌肉不欠 那我觉得这一点 那这个川普确实把它吵起来 让美国正视到 中国不是一个合作的伙伴而已 真的是一个挑战竞争者 所以他这个外交关系协会 就给他一个 可是我觉得北韩的议题 刚开始起手是还不错 结果现在你看 竟然这个金正恩说 我不要跟蓬佩奥 因为你蓬佩奥骂人家是专制 暴君 那大家说下一次 哪有这个外交谈判 国务卿能够不在场的 这个很奇怪 分明表态就是说 我根本不要跟你谈 对不对 搞不好这个金正恩 我只跟老板谈 对但是你不可能不带 你看我们总统出访 一定带外交部长 我们总统出访哪里 能够不带外交部长吗 不可能 对也是一个任性的 对也是非常任性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 慧眼看天下 就戴宁深入剖析了 这一次2020 台湾的总统大选 对于台湾的整个外交的影响 以及美国还有北韩的最新动态 未来还有更多的国际消息 也请您持续锁定 慧眼看天下 我是黄宝卉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